哈喽 小红色的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书庆然 我们好久没有见了 然后今天呢 我又来给大家推荐香水啦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香水呢 是非常适合夏天喷的 所以就是今天这个系列叫做 夏日宝丧香水系列 很适合夏天 你跟朋友 闺蜜出去玩 吹着夏天的飞 BGM 夏天 我觉得给大家推荐几个 就是比较清新 比较甜而不腻的香水 好嘞 然后我们下面就开始吧 首先给大家介绍的这瓶是 竹马龙的 龟世纪与雪松香型的这瓶香水 它是典藏系列哦 然后这瓶香水呢 它的香味是 由龟世纪 甜椒 还有雪松香 对 做成的 让我觉得非常的有故事感 我喷完这瓶香水 想象到的画面是 就是在夏天的傍晚 然后穿着西装 就是那种休闲西装 和朋友坐在小清班里 把这一杯威士忌喝上了一口 微醺的感觉 非常的有故事感的一瓶香水 这瓶香水还是比较属于那种中性感的那种香水 其实男孩女孩都可以喷这瓶香水啦 很吸引人的感觉 很有神秘感 我觉得 还有一瓶呢 就是这瓶竹马龙的英国梨 与小苍蓝 其实我觉得这瓶香水应该是 很多入手 竹马龙香水的朋友们 就家中应该是必备的一瓶吧 我觉得这个香水 还有另外一瓶 我刚入手竹马龙香水的时候 就是有两瓶香水 一个是这瓶 还有一个叫鼠什么草的 我记性太差了 我忘记了 这两瓶香水 是我之前特别特别喜欢的 所以然后我还买了沐浴露 在家里面 然后这瓶香水 它的吊性就是比较甜美 然后有一种果香味 很适合在盛夏 我觉得穿着小裙裙 然后喷这瓶香水 很适合18 17岁的女孩 非常的甜美清新 最后呢 我要给大家介绍的这瓶香水 是最近让我爱图释手的 万宝龙系列的白色印记 这瓶香水真的太好闻了 它虽然就是因为我之前说 我不是特别喜欢甜蜜的香水 但是呢 这瓶香水就当我第一次闻到它的时候 我就立马喜欢着 立马入手 这个香水呢 是有点甜甜的 然后呢 它的厚调我觉得是有点奶香味的 它是属于色香味比较重的那种香水 然后它的香味持久性非常的久 比如说我早上喷完这瓶香水在身上 我这个衣服洗完了 我第二天衣服上还有这瓶香水的味道 当我喷到这瓶香水之后 就是我的脑海里 就讲起了一首歌 BGM 走 这瓶香水呢 让我觉得是非常的温柔 性感 非常的高级 然后有神秘感的一瓶香水 反正闻到我喷这瓶香水的人 都会问我这瓶香水是什么 然后最后有一个 最近刚刚发现的好东西我必须得给大家分享一下 之前我出门带香水吧 真的太不方便了 就是每次装一大瓶一大瓶的就特别重 然后最近发现了这款 那是瓶香水的这个 呃 蓶香水的香氛笔 特别特别的方便 真的 我小包里一放 而且味道跟那个瓶装的是一模一样 特别的方便 特别简单 真的 我一定要安利给大家 不用买那么大一瓶 而且这个价格也非常的实惠划算 很方便 你看它打开是一支笔 然后你知道天天的按两下之后 它会出现一个凝状的一个小固体一样的东西 然后你就擦在你的手腕处 然后拿笔这样天天的划两下 好了 我又可以出去展南了 这个非常的方便 然后红色的也有 这个黑色的也有 我买了很多支哦 安利给大家 我真的觉得香水不仅要好闻 而且要出门携带比较方便 好了 我今天的香水分享就到此结束 今天就给大家分享这么一点点 但是每个都是我特别喜欢的 下次我要给大家分享其他的香水 想看我分享什么样子类型的香水 请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哦 拜拜 小红树